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用线上发售的形式 将在双十一当天正式开卖 这玩意儿真的测得准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诺基亚旗下的奢侈手机品牌 V2呢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英拓已经将V2出售给中国的投资者 而V2也表示香港基金公司联合国际私人投资者收购了该公司 成会玩啊 有内部人士透露消息称 苹果计划教育明年量产iPhone5S的升级款机型 盖机将配备i9处理器 金属一体机身 预装iOS10系统 相当于iPhone5S的加强版 大家喜欢4英寸的iPhone吗 前不久 宽带发展联盟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 从绝对速率上来看 全国宽带的平均下载速度达到了7.9Mbps 约1兆每秒 按地区来看的话 上海的排名最高 是唯一一个下载速度超过10兆的 而人民邮电报在统计后表示 我国网民的宽带速率比去年同期提升到90% 几乎翻了一番 你家的网速有多快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单初报 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